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访问的来宾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中的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副教授冯博翰老师 博翰第一次来我们节目的时候为我们介绍了一本非常精彩的书 畅销书密码 这本书我个人还买了几十本来送给我们的听友 而且证书的时间长达几个月 可是这个书好像讨论很多 到最后也没有变成一个真正的畅销书 我倒觉得非常可惜 这本书其实买的人不多 但是在讨论非常的广泛 我一直怀疑或者我甚至有点期待 就是如果畅销书密码所接触的某一些概念 或者是伴理论 慢慢的能够打动更多的人 而且甚至可以主导某一些阅读或者是销售的行为的话 说不定可以让原本实习层层很多年的学院里面 那些个文学赏息和解读得到进一步的技术性的扩展 创销书密码所要谈的其实还是比较文学分析 只是过去我们是学者一辈子读一大堆的书来做研究 现在改成让人工智慧训练电脑读小说 然后来做分析 当然看你怎么样架设那个模型 怎么样去运用过去在学院里面有一些静置性的这种jargon 就是那些学术专有的术语 能够让他更在一个至少我相信电脑的分析之下 可以更清楚的传达出 我觉得两种方法是互补的 因为电脑他可以读得快 他可以注意到人眼难以辨识的各种细节 其实现在美国各个学校的文学相关科系 他们已经要学写程式 对 也就是有些时候文本和语意分析 或者是词汇分析 修持特性跟习惯都可能到最后 是未来不久的将来会成为 对比方说你会发现不同的作家 他们运用金探号 运用斗点据点的频率会有系统性的分别 那这样的分别对读者 对于小说的销售量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电脑可以做的 不过我们今天好像不是要谈这个问题 主题是消费者心理和厂商策略 当然要回到了最近发生的安室之外 卫生纸 我们把这些背景来先说一下 我想现在已经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究竟这一点这个这次大家抢购的热潮 它的发现点是怎么回事 其实大概上个礼拜五 二月二十三号的时候 大部分的人首度在网路上面看到报纸的新闻 说有通路提到国际的这个卫生纸原料上涨超过百分之五十 然后预计卫生纸在三月中开始会 各家的卫生纸会涨价 涨幅可能在百分之十到三十之间 然后就出现抢购热潮 到了礼拜六礼拜天 我们陆续在LINE群组 在脸书上面看到那种大卖场 卫生纸的货架全空 或者是那种老阿嬷骑着脚踏车 然后他车上装满了卫生纸 比他人还高 摇摇晃晃在那边前进 然后进一步带动大家去抢购卫生纸的热潮 但是最早就是这消息扩散的时候 它好像搭配着一个很特殊的销售活动 对到了礼拜一马上有记者找我 其实现在每次有民生物资涨价 我就开始接电话 那时候我就跟记者说 其实厂商要涨价有不同的做法 常见的事情是默默涨价 更常见的事情是 我可以价格不变 容量缩水 我如果卫生纸一包每一抽减少了多少张 你一般人是不会发现的 200抽变成180抽 但是为什么要预告 预告就会创造消费者的预期心理 可以带动抢购 但是厂商 我们先讲厂商的生产者 比如说出产某一个品牌 卫生纸的厂家 但是他预告对他来讲 好处在哪里 或者说 如果是有厂生产者来预告的话 可能的原因是 不同的台湾有三大的卫生纸厂商 那么可能谁都不愿意 是自己做第一枪 我算先涨价 别人还是还没涨 所以可以透过预告来 可能有一种沟通协调的机制 最近有一本书叫精准定价 里面提到这类的做法在商业上面 但是另外一个让我们觉得可以想的事情是 如果我们从通路的角度来讲 我先预告涨价 然后还搭配卫生纸在这段 在涨价前有促销活动 那是不是未来一个周末 未来一两个礼拜 我可以吸引更多的人潮 他们可能是为了买卫生纸而来 可是卫生纸很便宜 我进商场 我除了买卫生纸 我当然还会买点别的 还会买点别的 就可以暂时的来带动商场的业绩 所以我礼拜一的时候 我开始提出 我们要不要去查一下网络上面 第一则 关于卫生纸涨价的新闻 到底是谁预告的 结果 你调查的结果如何 结果那时候 其实我上网络搜一搜 大概有一点结论 但是今天网络上跑出一篇文章 有一个网络团队叫做网络温度计 网络温度计 他们专门分析网络数据 那么从他们系统性的搜寻 各个社群网站 以及Google上面来找新闻 他们说这个消息最早是来自大人发 然后像苹果日报在 通路来自通路 来自通路 然后2月23号那中午苹果日报的一则新闻 预告了涨价 同时也介绍了大人发即日起 推出卫生纸测价 所以媒体 苹果日报等于是呼应了 而且也配合了大人发的促销活动 并且让一个看起来 也无懈可及的一个事实 有事实基础的消息 作为大家赶快去买卫生纸的一个触动 一个趋利 对不对 这看起来没有法律的问题 对不对 就我的解读 我觉得一开始就是一个行销 就是一个行销手段 我们怎么样吸引更多的人到我们卖场来消费 对但是没有想到这个擦枪走火 卷起这个台湾的卫生纸之乱 我们先想一想 把今天的安史之乱先放一下 在上个世纪 在我印象之中 那些老旧的 而且有一些是黑白的 的那种新闻影片里面 我记得莫斯科红场上大牌长龙 人人都在抢一卷两卷的 类似是抢 而且还要排队的抢的卫生纸 好像在美国也发生过 美国是1973年 那时候石油危机带动了物价暴涨 是 对然后就在一个经济上面混乱 大家预期会有通货膨胀的年代里面 就特别的脆弱 那么我去读当年的历史 一开始是一个脱口秀的主持人 他开玩笑说 我们之后卫生纸会不会缺货 连上厕所都有问题 结果他这样一讲 就击中了当年美国消费者脆弱的心灵 第二天开始 卫生纸果然缺货 对 所以他本来是个玩笑 他是一个玩笑 可是他的玩笑是发在一个石油危机 造成大家预期物价要开始飙涨的年代里面 这个玩笑就不得了 好 那我们如果把这个历史的教训拿出来看一下 为什么卫生纸特别显得会脆弱 这是一个好问题 为什么不是其他的东西 好 这个我们先想一想 好 这个不想不行 因为我想到了另外一点 在也是差不多上个世纪的70年代末期 到80年代初期 旅美的一位作家张北海 在纽约 他的现在还在写作呢 他曾经写过纽约的美国的各种观察 其中有一篇叫做 曹纸越厚 报纸越厚 曹纸越薄 根据他的观察 而且是有数字的分析 是这个纽约时报的报纸 他每天发行的 那个纸越厚 也就是他发行的板数越多 卫生纸就会越少 那个供应卫生纸的量就会减少 OK 那这个后面一定有一个经济学的规律 我们也把它想成 或者是期待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 有人会根据这个规律 想出某一些实际的可以解释的因果关系 不过回到我们这一次的卫生纸 这个抢购来说 好像纸浆或原物料的上涨 也意味着 如果它是一个全球性的一个活动的话 那意味着通膨要来 通膨我觉得不只是 我觉得纸浆的上涨 可能影响到的是卫生纸 再来到网络商务的纸箱 以及出版品的这个印刷纸张的价格 那至于全面性的通膨 其实还要取杰于很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其他不同类型的这个原物料 包括比如说可能会成为指标的 会有哪一些原物料 可能会成为指标的 你说能源吗 能源其实目前能源并不是太大的问题 油价也没有特别高 跟比方说2008年那个时候相比 对 我倒不觉得一个全面性的通货膨胀 会是我们目前这个眼前一个特别大的危机 对 不过我拿我的经验来说 我总觉得这一次除了通路发动的 这个擦枪走火的促销卫生纸的策略 或者促销大漫厂本身的策略 导致了一个恐慌之外 好像社群媒体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对 我觉得那些卫生纸缺货的照片 是非常震撼人心的 因为刚才大春老师问到说 为什么卫生纸特别容易缺货 我觉得当他以一个新闻照片的形式出现的时候 卫生纸的体积大 所以在视觉上面是特别的鲜明 对 我还觉得在社群媒体上的发酵 还不只是说大家赶快去买这种事情 我举个例子 我第一眼看到这个消息 是我的朋友傅月安 他叫杜鱼头 对 而且他发的文的意思是说不要去抢购 OK 他很清楚 他就是说你只要不买就好了 可是我发觉即使是这样说 在一个从众行为已经有一点忙乱的情况下 这个忙是眼睛忙掉了吗 他很可能就是大家都在讨论 讨论的形式越广泛 或者说意见越多 或者是显得越纷纷 众口纷纷 他就恐怕会导致了 引起大家的好奇 对 其实在行销策略也有一种就是 负贫行销 表面上我是在骂一个活动 骂一场表演 结果引起更多人的好奇 大家反而去买票 反而去买这本书 对 那在这个消费者心里面有一个 有一个有一支文献 叫做social influence 就是我们在社群里面接收到其他人的消费行为 会影响到我们的消费决策 从social influence出发 我们就我想聊一个十年前 在Columbia大学一个团队 他们专门研究流行音乐 做过一个实验 是 因为一般我们观察到市场上的现象 太多复杂的因素 千丝万缕纠葛在一起 那这个Columbia的团队 他们做什么实验呢 他们找了14000个美国青少年 然后他们架了一个网站 在网站上面放上48首不知名乐团 所创作的不知名歌曲 从来不被人 没有红过的 从来没有红过 多数人都没有听过 然后让这些受试者连上网站 可以自己选择要挑哪些歌曲来听 听完之后帮这些歌曲点评 点评完以后 你可以决定你要不要下载带回家 做成作为你参与这个实验的一个战利品 报仇 报仇 等一下 都没有金钱交易的 都没有金钱交易 然后呢 这个实验团队 把连上网站的这些受试者 分成两组 实验组 当你在浏览 这48首歌的资讯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 过去这首歌 在这场实验当中 被多少人下载过 你可以看到这首歌的下载次数 下载 对这是实验组 对照组呢 这些人当他们去浏览网站 挑歌的时候 没有这个资讯 你不知道其他人 下载了哪些 就是从众行为会发生 这个研究 就是要研究这种 从众行为的现象 等一下 这个实验组跟对照组的人数 是七千对七千吗 还是 他实际上把人分成了非常非常多个小组 所以每一个组的人数大约是相当的 对 那然后但是这些受试者 他们并不知道存在实验组对照组这些 我只知道我参加实验 我连上网站 然后我四十八首歌我可以挑 对 结果发生的是什么事情呢 实验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歌曲的下载量 这些歌曲的下载数量变得非常的极端 多的热门的曲子下载数量变多了 冷门的曲子下载数量变少了 然后他们看到说这些受试者连上去 当他们看到很多人下载的歌 他们点开来听的时候 他们倾向把这首歌的评分给的比较高 也就是说过去 他们看不到其他人的评分 他们只看到在他们之前有多少人下载过这首歌曲 可是光是这个资讯 就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于歌曲好不好听 的一个主观判断 是 只知道量 只知道量 还没有评论 你并不知道其他人喜欢或不喜欢这首歌 你只知道说这首歌特别多人下载 我就开始喜欢 然后我评分的时候我就倾向给他五颗星 而不是三颗星 所以他不是只有两个组 你刚刚说还有很多小其他的组 对 因为他这个实验不只做一次 他是循环的这个实验做了八次 八次每次找不同的人 然后把下载的数据这个排行榜数据归零重新开始 结果发生什么事呢 在这个实验组大家可以看到下载数据排行榜的这些实验里面 每一次出来的畅销歌曲 会变的 说不准是哪一首歌会成为最多人下载的歌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这个实验展开 最先进去的第一批受试者 他们点了哪些歌 是 就会有一个连锁反应 第二批进去的人 就继续去听第一批 第一批人下载的歌 那后面进去人都继续听一开始下载的歌 所以你进去的第一批人 他们的资讯相对是少的嘛 是 对 第一批人他们点了哪些歌 下载哪些歌曲 最后那些歌曲 就更容易成为这次实验的 第二三四五六七八批 对 他们的 就更容易成为这个畅销歌曲 所以他们的结论是说 这个当我们可以有机会 透过社群来看到其他消费者的 消费决策的时候 看到这些排行榜数据的时候 这个卖的好跟卖的坏的数据 会变得更极端 然后哪些畅销产品会出头 会变得更难预测 他之所以难预测 是因为决定一个歌曲 畅销和流行的因素 不是在于他比较好听 而是在于一开始 有比较多人去听他 然后造成了这个 从众的效应 扩散蔓延开来 如果这个实验能够解释 各种其他的民生消费品的需求 或者是刺激这个需求 那消费者抢购和囤积卫生纸 只不理性就不言而喻了 我觉得是这样子 当我看到一张照片 就是卖场里的卫生纸货架全空的时候 其实卫生纸很便宜 然后我们时间很宝贵 看到这样一张触目惊心的照片 可能我想的事情是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 其他人都去买了 那么我也去买吧 免得吃亏 好 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哥伦比亚大学的实验 是一个文化产品 对 我们再从一般市场上 去找别的例子 比方说 比方说 药品 用药跟这个卫生纸很不一样 它有针对性的 对 跟柔星哥又大一起去 对 药品 有些这样的例子吗 现在不讲从众好了 我们把重点放在消费者心里 那从药品出发 我自己非常喜欢一个故事 是关于治胃溃疡的药物 在1981年之前 这个那时候得胃病 胃溃疡会胃痛的病人 他们很可怜 因为治疗胃病只有一个方法 开肠破肚 动手术 是 那这个药1976年 Tagamate 第一颗治胃溃疡的药物 口服的取得专利 叫Tagamate Tagamate 这个药的发明者 后来拿到了诺贝尔医学奖 那这个药品在1980年代上市 旋即成为最热名 最畅销的这个 治疗胃溃疡 治疗胃溃疡的药物 但是在这颗药上市了之后 另外在英国的一个小药厂 他们也做相关的研发 得到了成果 他们发明出一颗药 叫做这个Zantec 这个两个之间差了多久 差了五年 1976到1981 对 就是他取得这个Zantec的专利 也慢了五年 这个药要上市 进入全球的市场 也慢了五年 那Zantec这个药 他的这个生化的这个机制 跟Tagamate大同小异 可是这个小异 就让他可以取得专利 那么然后他们的疗效 是差不多的 副作用一样都非常的小 好 那这两个药到底有什么差别 我们稍后编课 好 今天进行的单元专家知识 访问的是台湾大学经济系的冯博翰老师 博翰是第二次来到我们节目之中 今天讨论的题目是消费者心理和厂商策略 方才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那就是在1970年代中期以后到1980年代初 一个两颗药丸 一颗呢是Tagamate 这个Tagamate在1976年上市以后 也就是说在它应用在广为人群所接受治疗 这个胃溃痒 是吧 到了198081年代Zantec 英国的一颗药丸也出现 两颗药的疗效副作用都差不多 这个时候就看你怎么去卖这个药 对 我们现在讲的故事是这个后劲之辈 其实是跟风的这个Zantec 这家药厂他们面对的了一个两难 我现在已经有一个主流的Tagamate在市面上面 很受医生和病人的欢迎 那么我推出Zantec 我是不是要用低价的方式 说我比较便宜来希望争取病人 换成吃我的药呢 是 这家公司内部就产生畸变 最后他们的决策是什么呢 我们要卖的比原本Tagamate还要贵 为什么 因为药物的疗效其实对医生 对于病人来说可能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对 那么我可以用一个我比较贵 这样的一个定价策略来塑造 我是更好的药 我比较晚所以我比较先进 那Tagamate好在哪里呢 Zantec好在哪里呢 Zantec一天只要口服两次 那个Tagamate最先出来的药是一天要吃四次 对 他们就主打说你可以 我们的药比较长效 那么贵30% 是 对 那这种产品 是不是能够让顾客或消费者在充分的资讯理解之下去做选择 那很难讲对不对 最后他们的策略事后是成功的 我先解释一下药品不太一样 因为这种味药在美国是处方的药品 所以是医生决定开什么药 然后但是医生会受到病人的偏好所影响 最后是保险公司买单 所以当药厂要开始 他用他的价格策略跟各种对于这个药的介绍和教育的研讨会 就要来塑造说他们比较优良 比较先进的这个形象 最后Zentech他达到的效果是在1990年代初 那么他一年可以创下40亿美金的全球的 这两种药现在还在市场上 Zentech还在市场上 但是Zentech大红之后 Tagmed的这个市占率就大幅的萎缩 所以也有消涨的趋势 也有消涨的趋势 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是 有一些东西你要走高级路线 而且价值很难评估的时候 厂商会运用消费者的心理 我刻意把价格抬高来形塑我比较优良 我比较优秀的这个印象 在我们要讨论的猪班消费者从众行为之中 好像在2008年金融海啸过后 也还有实际的可以谈的例子 跟我们所熟悉的Steve Jobs都有关系 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 其实在美国百货通路业的业绩就开始逐年下滑 给人一种一蹶不振的感觉 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是美国曾经是美国最大的连锁百货公司 叫做JCPenney 那这家公司到了2010年2011年 他面对了内外的夹工 哪两方面呢 第一个是亚马逊 什么都能卖 上网路买东西人变多了 再来是那时候的那个Walmart 他们走这种大卖场 他们也开始卖服饰 然后把原本手中价位的百货公司的营业给吸收掉 那JCPenney想说不行啊 我需要救亡图存 所以他们就从Apple 苹果电脑 就Steve Jobs那边 挖角了一个传奇人物 当年人家称他为通路奇葩 叫做Ron Johnson Ron Johnson做过什么事 他在1990年代协助美国的连锁通路 Target 大幅的扩张他们的这个营业额 然后到2000年的时候加入苹果电脑 帮助贾伯斯打造了 目前为人所称到的Apple Store 苹果店 那个苹果Apple Store 他传奇的地方在于他的贫效 你卖电脑的 你的贫效可以高过那些卖珠宝 卖名牌豪华的这些薄薄服饰的这些奢侈品 然后那Ron Johnson加入了这个JCPenney之后 他做了什么事呢 JCPenney要他帮这个百货公司 重新塑造品牌 看他能起死回生 那Ron Johnson加入JCPenney 他看一看说 这个2011年一整年当中 我们有72%的这些衣服帽子夹克包包 都是用低于五折的价格卖出去 打折战 对他说这个 他说你这个通路就是靠打折 杀架竞争把自己搞垮的 所以他提出来了一系列的做法 第一个他帮JCPenney改logo 第二个他让这个百货公司能够更舒适 能够成为大家休憩的场所 然后他推出了诚实定价法 取消所有的折扣 然后停止发放任何的折价券 然后呢 我们降低定价 以前你是卖1000元 打对折用500元卖 现在我们定价就改成500元 但是宣布说我不打折 他希望用这样取消折扣的方式 来向消费者做一个宣告 就是我们是一个有品牌形象的百货同价 我可以问一下 就是说如果就JCPenney 在Ron Johnson加入之前 经常打折 或者随时都在打折 并且发这个折价券 这消费者应该他的老顾客的 应该已经有非常顽固的消费习惯了 你不给我折价券 我怎么搞 说不定就 那结果发生什么事 结果在Ron Johnson 推出诚实定价法之后的第一时间 他股价大涨 涨了超过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华尔街的这些投资人是买单的 但是2012年推出之后 这个不得了 第一季的结果出来 JCPenney 人潮缩水了百分之十 营收减少了百分之十九 然后亏损额是一亿六千万美金 对 然后之后股定价就开始 但是一泻千里 那么在一年多后 Ron Johnson被开除 就是本来战果标饼 没想到就在百货 其实这边出现的问题 就是刚才大春老师讲的 在一个百货公司 如果长期的老顾客 他们都是习惯折扣的 那么你一时之间把这个折扣取消 对 这很有趣 Apple Store可以靠不打折而成功 但是服饰百货业却不可以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在于这个品牌 品牌力够不够强 还有这个商品是不是具有独特性 如果我们看这个iPod 或者是后来的iPhone 在它推出的时候 市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替代品 而且苹果的这个品牌形象 非常的强 所以他们可以用价格强硬 高价甚至不打折的方式 来强化这个印象 创造买器 可是衣服 即便是大家平常会买的牌子 我这牌子不买 我买别的 这个百货公司这家我不去 我去另外一家 这个独特性其实不够 独特性不够的商品或通路 就需要透过折扣来刺激消费 为什么折扣可以刺激呢 其实一般人在选购商品的时候 对于这个产品到底有多少价值 大家会去寻找参考点 比方说我看到一个产品 一本书定价380元 他就给我一个参考点 说他的价值大概380 可是他用79折卖 我用300元就可以买到 那消费者不自觉的一个本能 就有说 这个高低价的落差 我有一种赚到的感觉 所以如果我们拿去做消费者的问卷 OK两本书 一本书380元打79折卖300元 另外一本书300元 但是博尔价就是用300元来卖 我问消费者路上路人 你觉得哪一本书比较贵 都是卖300元 然后他会觉得打79折便宜了 对大家会觉得79折卖300元的书是便宜的 但是原价300不打折卖300元的书是贵的 这是这是为什么 这是因为大家会根据定价来产生对于这个价值的一个参考点 你这就让我想起来另外一个话题 这个在台湾在过去几年 我们政府从应该是蔡英文上任之后 文化部就开始积极的想要有所作为 而且找到一个老题目 以为他山之石就可以工作 没想到局越怀而为止 有一些在别的地方可以成功的 在本地不见得能成功 在别的行业可能成功的事情 在本地在这个行业不一定能成功 谈一谈文化部曾经想要推动的图书定价值 其实文化部不只是曾经 大概是从这个龙印台部长开始之后的 每一任部长都在思考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提振台湾的出版业 因为过去的七年我们看到出版业的总产值是连年下滑 对从现在跟七年前比大概降到过去的百分之五十的产值 一半了一半 那有一派的人的想法就是 这个我们上博客来 然后去这个去各个地方看到书大部分都是打折在卖 大家产生了跟这个Ron Johnson一样的想法 是不是我取消折扣 对那就可以就可能会挽回颓势 刚才讲的这个Ron Johnson的例子 放在我们台湾卖书的这个逻辑或者新逻辑上 似乎是可以对照 我们稍后片刻 马上回来 台北FM98.1 News 9898新闻台 今天进行了单元专家知识 请到的来宾台大经济系的副教授冯伯瀚老师 为我们谈消费者心理与厂商策略 刚才谈到了菊月怀而为止 我们有一个话题进行到一半 那就是文化部一直想要推动图书定价值 也就是让刚才讲的类似Ron Johnson在JC Penney所想要做的事情 提高书籍的价值感 诚实定价 而且依据定价来买卖 这个跟长期以来台湾的书市场上的消费者 数十年来所建立起来的各种习惯 包括去逛书展的习惯 包括去看封字书的习惯 包括去趁着打折 去打市收购 这样的习惯 好像是背道而驰的 我先说明一下 这个图书定价销售制 英文叫Fixbook Price 它并不是我们在台湾的文化部所独创的 其实世界上有不少的国家都实施 有些还行之有年 比方说像日本 德国 法国都是长期实施限制 新书上市之后 在一段的时期之内 它必须要照原价销售 或是折扣不能够太大 也有一些国家像英国 它曾经从1900年 开始实施类似的 限制新书折扣的制度 但是后来到1990年代开始 瓦解 进入自由市场 所以图书定价销售制 并不是一个我们创新的东西 但它原本的好处是什么呢 大家常常可能会发现 你到成品 或者到实体书店去翻书 翻完了以后 这本书很喜欢 拿开拿出手机查一下 网络书店有特价 那我就下单了 可是图书的销售 其实如果可以让读者 事先看到内容 可能可以让大家更进一步理解 这本书在讲什么 引起买书的欲望 跟带动阅读 所以在历史上会出现 图书定价销售制 限制折扣的做法 其实是确保各家书店 卖书的售价都一样 让读者在看完书 选购书籍之后 可以当场购买 而不是我在这家店看书 然后到另外一家去买 这样的话就可以鼓励书店之间 透过策展 透过更舒适的书店环境 来吸引读者 那么出版社的好的内容 有管道可以传播 但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们现在在台湾 所面对到的环境不一样 我们并不是一个行之有年 从过去50年都在实施 我们大家是已经习惯了 一个自由市场 各种折扣 自由市场各种折扣的环境 而且你看从卫生纸的情况 我们看到在台湾 大家对价格 对折扣是如此的敏感 所以我们如果要推动 图书定价销售制 就需要考虑到 这种改革跟转型 会带来什么样的冲击 是 其他的国家也曾经有过 从所谓的自由市场 经过改革 采取图书定价制 而崩盘失败的经验 有顺利的也有崩盘的 崩盘的这个例子是以色列 那他们在2014年的时候 也是看到了这个书是折扣乱象 然后出版业萧条 于是开始推出一系列的制度 新书上市18个月之内 只能够到定价销售 限制折扣 而且他们还加上一个保障作者的条款 那这个作者的版税不得低于书价的8% 销售量超过6000本 版税至少要10% 结果推出来之后 不得了 在接下来的一到两年的期间 整个书市的这个营业额降了20% 同书特别严重 降30% 然后上市的新书崩跌了60% 然后最倒霉的是那些新作家 跟没有名气的作家 你如果版税有一个最低工资的限制 那你是新作家 出版社就不帮你出了 对对 我就是帮老作家出书就好了 这个是市场上面 你定出来的制度 我们需要去考虑消费者跟业者 他们出于自己的诱因跟人性 成功的例子 如果说有成功的例子 比较多人谈到的一个 从自由市场到实施图书 定价小手制的例子是韩国 但是韩国的做法是渐进 韩国在2000年多应该是 我忘记具体数字 应该2003年 他们一开始推出的时候 他们限制折扣不能够超过 不能够低过81折 81折 对 其实是很温和的一个折扣限制 你看伯克兰卖数卖79折 那我限制81折 这个限制是小的 他们到了2010年之后 应该是2013年前后 他们把这个折扣的限制提高 卖数不能够低过书价的85折 你可以看他们是温和的方式切入 然后实施了十多年之后 再把这个折扣门槛调高 对 那渐进的方式 基本上消费者是可以 有可能可以逐渐可以买单的 对 不过呢 根据韩国的调查 当折扣从81折 改为85折之后 书籍的定价 平均降低了5% 把定价拉低 那等于是 对定价拉低 对 所以这个出版商预期 折扣不能够打那么多折扣了 那么我就降低定价 对 让去抵消掉 让售价还是跟过去是一样的 差不多 但是即便是这样 他们做的消费者调查 一般的读者普遍认为书便贵 大家还是用同样的钱买同样一本书 但是因为折扣变小了 这还得要出版业的业者 能够有足够深的口袋 或者能够有比较多的 节省的方法 就是这个节流的方法 才能维持相当程度基本的利润 我觉得出版业要创造利润 还是把找到独特的内容 然后跟读者产生连结 那价格我觉得只是一个刺激购买 价格跟折扣只是一个刺激购买的手段 好 如果是这样说 我们就接着来到了下一个题目 从价格战到资讯战 这好像是一个 也是一个我们在面对 这个从众行为 以及这个集体销售的一个主要的话题 现在 我想要聊的一件事情是 大家现在可能上网路 选购产品 比价的机会多了 以前在实体店的时候 你需要到这家店那家店 走来走去去比较 看价格谁最便宜 现在你在网路上面搜寻一下 甚至有比价网站 帮你比较的清清楚楚 所以网路商务其实会促成一个现象 让消费者对价格更敏感 因为比价变容易 那么怎么样去刻这件事情呢 我们常常看到的一个做法就是 我们会看到厂商 让他的这个产品规格 变得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难以互相比较 也就是说本来可以单纯你贵我便宜 我贵你便宜 可是现在要各种套装 最常见的就是大家去买机票 台北飞纽约价格很混乱 因为有的票 这个是规定不能够退钱 有的票规定改期了要加手续费 或者免费改期 就如此类 有的票规定你不能够选择走到的位置 所以这个同样都是经济舱的机票 这个不同的价位 可能对应到不同的权利义务 造成比价本身是困难的 在1992年的时候 美国的航空业那时候 American Airlines 美国航空 他曾经说 我们机票价格这么复杂 要不要我们把它简化成为四种价位 只有商务舱 经济舱 跟两种特价的这种价格 他一开始把价格简化成 一般飞机只有四种价票价 随即其他航空公司跟进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是有一家小航空公司 叫环球航空 他开始降价20% 因为当你的价格变得是单纯了之后 我们就很容易比较 所以我就一对一对应 OK 那么我都比你便宜20% 就展开了美国航空史上 最惨烈的这个价格战 当年整个产业的总亏损 超过了50亿美元 就是大家都亏 大家都亏 所以当年 那环球呢 环球也亏 环球后来发生了一些事情 它最后是倒闭 那到当年9月 这一业者就取消了这种方式 再回归到我们今天很熟悉的 这个价格是非常的混乱 非常的复杂 复杂 有很多很多的仓等 那同样的方法 我曾经这个我们如果上台湾的这个购物网站 我们看一下 我们拿这个台湾包种茶为例 买茶叶是吧 买茶叶 对 150公克 239元 这个150公克 270元 你会发现走低价的茶叶 他们的容量 包装容量 大部分都是37.5公克的整数倍 有75公克 150公克 300公克 但是如果你去看走高价 然后是给人买了送礼用的 你会看到它包装容量 就很奇怪了 40公克 372元 60公克 598元 为什么会这样 传统茶叶批发市场 茶是论两来卖 一两是37.5公克 所以这个市场的源流 如果你的容量是以两的倍数作为单位的 这个熟悉茶叶市场的人很容易比较 知道说谁便宜谁贵 可是当你要走品质 走设计 走质感的时候 你需要创造消费者比较的难度 我提一个40公克 提一个60公克 这个 没办法说是一两多少钱 对 你就没有办法 消费者没办法凭直觉判断 谁贵谁便宜 真厉害 卖家还是金额 无伤不坚的